这次真的很不容易 看到了中美防长终于是视讯对话 视讯的方式来对话 那么大陆的防长董军 在去年获任了之后 去年年底 那么在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 是奥斯丁终于可以跟他讲上话 不过当然我们这次看到了 两个人谈了很多 大概也谈了一个多小时 彼此各自都表达了立场 谈了很多包括有什么呢 俄乌朝鲜南海 甚至还有台海的问题等等 但是我一开始想要先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在他们两位防长通话多 几个小时之后 结果就马上看到了一个消息 是美方他们有公布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他们公布的消息 什么呢 说美军有一架P-8A P-8A反潜巡逻机在哪里 说是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 然后强调美国是根据国际法 在台海执行任务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 去自理权利与自由 好但是呢 那你看啊 这个到底为什么就挑在这个时间点 跟这个防长的对话有没有关联呢 那你说哇 美国的P-8A都来了 那大陆解放军如何来应对呢 马上也就看到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这里也告诉大家 是这一次呢 看到P-8A 那么过台湾海峡 还说是公开炒作 然后就说东部战区 对美机过航行动 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我想请教你所谓的 跟肩警戒 是不是也表示说 那个P-8A的附近 就有解放军军机在那里盯着呢 因为空中所有的活动 雷达跟卫星都看得到 看得到 第二个啊 第二个 这两个防长谈话 主要的 主要的 讲起来的内容 就觉得很无聊 都是老生常谈 但是 他们这一次首次视频谈话 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 好不容易建立一个 军方对军方的一个热线电话 以前 中国大陆根本不理你 对 一旦有事情的时候 军事最高决策人 没有通话的余地的话 战争风险就高嘛 对 所以美国一再要求说 希望能够 防长能够有热线电话 就是第一个意义 好不容易 现在 中国大陆愿意接你这个电话 第一个 第二个 你想P-8A 你既然是想 互四三亿吧 怎么P-8A又来的呢 那来干嘛的呢 不是 它有意义的 就是说 你中国大陆讲 台湾是我核心 对不对 那美国讲的是 我有航行自由 那坏句话说 我的行动跟我讲的宣誓是一致的 我跟你讲我要航行自由 那所以P-8A来 那中国大陆讲台湾问题 南河问题你不要挑衅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必然在南海跟这个解放军监控你P-8A是互相呼应 就是说 大家讲归讲我的行动支持我讲的东西 你知道吧 对 其实这两个谈话并无新意 只是加强我的决心 你看 我讲航行自由 跟你即使打完商量 我还有飞机过来 这就是事实 你飞机过来 我的飞机也监控跟监 就是说 你有什么不法的行动 我就可以采取行动 这是双方互相表态的一个做法 对 所以谈话内容是毫无新意的 但是P-8A是怎么样 是早就知道 或者是早就在这个附近的吗 因为这种飞机 这常常都是在台湾海峡附近吗 它应该在附近的海空域都有定期的或者是不定期的巡逻 相信这个事情在行长会话之前 这个P-8A已经stand by 是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呢 对不对 那反正双方演讲的内容自己心里都有搞 那表示我讲的话是很很深重的 所以航行自由 那我就要拍亚飞机 就要挑衅你在台湾海峡 选择的地点时间 都是表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航行自由 到全世界到人家那些骚扰的自由 对不对 中国大陆也讲台湾海峡南海 你不要跟我啰嗦 好来 所以刚刚在讲 当然根据报道 说上一次呢 其实这个P-8A也有在台海 但是什么时候呢 是说去年的12月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又来了 偏偏也刚好是选在中美防长 通话后的几个钟头 那我们要来看 那请教一下蔡委员了 看看这两位防长 他们在通话的内容当中 你看奥斯汀呢 他的声明 他是强调 尊重国际法下 保障公海航行自由重要性 特别是在南海 然后他提到了 包括我刚刚讲 他没有谈恶物的问题 然后不过呢 他说对于朝鲜最近的挑衅 表示担忧 好但是呢 大陆的防长董军 也强调了 以和为贵 以稳为重 以信为本 然后但是呢 却又讲 要不冲突不对抗 务实合作 逐步积累互信的 中美两军关系 重点是互信 互信 但互信是不是 现在还很难呢 对话是不是有帮助呢 当然还有就是台湾问题 所以我请教一下 这个蔡委员 一个多小时的对话 谈了这么多的议题 那么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呢 新闻媒体所能够公布出来的 一定只是他们谈话里面的一小部分 而且甚至可以解读为谈话里面 比较不重要的那一部分 比较台面上 可以做外交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也可以从蛛丝马基里面 点两件事情出来 就是美国非常在意朝鲜问题 然后中国非常在意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大家各自交手以后 就不当一回事 尤其是这里面的关键 刚才帅将军讲的非常的到位 就是第一个 你是用航行问题来掩盖 你要在西太平洋的霸权 然后中国大陆一定会继续在台海巡航 以来证实说这是我领土的一部分 这个情形短情练大概不会去改变 只是防长见面有个好处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如何避免实际上可能产生的冲突 避免冲突 真的是他们两个防长主要的责任 因为以前美国一直要跟中国前任的防长通电话 中国大陆的前任防长是说 你不是制裁我吗 互相不接电话 但现在换了防长以后 双方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来开始谈 配合的现在前段时间 拜登跟习近平打电话 那种想要缓和的气氛 因为美国现在处于国际舆论的弱势 现在美国大概很难在国际 给各种论坛上面昂首扣步 恶物很惨挫折感满满 然后以色列也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他现在要再打起腰杆 要用实力地位跟中国讲话 像杨洁篪讲的那种风格 大概可能性不存在 可是先管控风险比较重要 风险就是说 不要在台海再出什么问题 在南海基本上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麻烦的就是不受控的北韩 他们叫朝鲜 那这里面很可能就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 你如果美国这个国家很特殊 他不求于人 他不会打电话给人 他打电话给人 一定要有求于人 可是表面上要说不求 这是很特殊的 像拜登打电话给习近平 关键是说叶伦去你那家走一走 然后叶伦来到中国以后 又摆出一个姿态很高的老大娘 逛大街的知识 中国这一次不理他 给他一个冷冷的待遇 然后他回去气归气 反正等到你气完了要谈再来 这个事情反正不急 因为要借钱的是你又不是我 对不对 要借钱的哪有还这么 敲锣打鼓到人家家里面去 这讲东讲西 这个我是觉得中国调整的 到这个位置上面是很适合 我也没有对你不礼貌 但是你所要对我动不动 就是以上对下 或者以强对落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好那我也继续来请教一下 这个借大使 说实在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呢 其实都是什么 防长的过招 但是还有外长呢 那中美两国的外长 现在也说动起来 这个布林肯还真不知道 他到底是哪一天会到达北京啊 因为呢 就说要接着夜轮 然后要访问中国大陆 那现在当然啦 这个有媒体就说 其实布林肯非常关注的就是 中国是不是有企业在帮俄罗斯 那然后俄罗斯生产更多的武器 所以他有很多的议题 也是要跟中国大陆沟通 但这是不是也是叫帮忙呢 再来就是大陆外长王毅了 那么他的行程就非常的明确 18号开始出访印尼柬埔寨 以及巴比亚纽几内亚 要主持召开中印尼高级别对话 合作机制的会议 那么这里面当然也会谈到的 包括跟印尼跟柬埔寨 等多国方面的一些合作 不过另外还有要去巴纽 大陆也叫巴新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那您怎么看这一次外长的较量呢 我想外长基本上的话 大概两边的各种的这种对竞争 基本上现在都应该算是比较有序化的竞争 双方的这个可以预判到对方做的事情 也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整个的图像是比较明显 可是有几个未来最大的挑战 那我觉得对大陆来讲的话 当然第一个就是台湾 因为520赖金德要讲话了 要表态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南海的问题 那对美国来讲的话 它对跟中国大陆现在最大的变数 第一个也是台湾问题 第二个呢应该是 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对伊朗 对美国认为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是大概在外交的整个的议程上 是排的比较前面的 那另外南海的部分的话 是美国可控的 美国要怎么出招就美国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也不会去跟中国大陆商量太多 那只能听大陆那边这个警告 所以重中之重的还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台湾问题 一个就是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下一步的可能的问题 那更重要 当然还是什么 还是台海的问题 那我觉得包括董军 还有上个前两个礼拜 美国跟这个大陆 在下午一恢复这个 一般工作阶层的 两军的之间的一个对话 已经开始了 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就是说 主要是海上跟空中 意外相遇的这个互动准则 可能讲的要更细一点 那当然是这个对外讲的 而其他一部分的话 大概还是对这个就是说 这个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双方讲一些狠话吧我觉得 那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不管是国防来讲 或者外交上来讲 从大陆的角度上来 5月20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那基本上都前置作业 因为有几个可能的情境 是严重冲突呢 还是中等冲突 还是呢 还是呢就是说 还是基本上还可以平稳的 平稳的度过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口 所以不可能军事上没有做准备 不可能外交上没有方案 所以我基本上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到520之前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台海的情势 好 不过呢 你说现在目前对于台海 还有南海的局势 其实我们也都持续在关注着 那最近当然我们看到 美与飞的峰会 可是呢 在南海 你说现在真的有平静吗 我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 您知道最近呢 当我们在看 这个大陆海警 比较没有在动手 针对什么呢 说针对这个船只 只有说 最近有一个海沿船 一 你一靠近 我从九段线 我就把你拦住 不让你通过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科学的研究船 可是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 大陆是不是喷水泡还不够 它要有智能性的水泡 准备好 谁敢过来 就要喷你吗 因为呢 有武汉船用电力推进 装置研究所的创新技术 说是形容为世界上首创 智能水泡 那这个智能水泡 它是配备光电摄影机 运动感应器 可根据海况 船只运动状态 调整它的射击角度 也就是说呢 这个意思是 它可以射击的更精准 更精准 所以它叫做智能水泡 但是帅将军 他这里面还取了个名字 叫做什么 菲律宾快乐炮 叫它菲律宾快乐炮 那是针对谁 这不就是不言可遇了吗 好 水将军 这个讲起来 我们先讲一样东西 所有船只上的火炮 你看那个船被抬高 一尺两尺 那个炮口抬高两尺 那个弹道就不知道打哪去了 就歪了 所以以前的舰炮 它是一个中间浮动的 你知道吧 健身不管再怎么动 它炮维持稳定 但是水炮又不一样了 水炮是两个地理很近 但是水柱出去是很慢的 不是像炮弹一秒钟打几公里 那它就要有一个智能的监控系统 看你的船的动作 看我的船的动作 让我的水一次就喷到你 我要的目标 这是蛮难做的 因为你的船也在晃 它的船也在晃 那个水柱又不像炮弹飞那么快 那我就一次就要打到你的指挥塔 或者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昨天在看了一个T-talk里面 鸡啊不管你怎么移动它身体 它头是永远是固定 他们就抱着这个鸡 头上装个摄影机 可以拍足球赛 那个鸡的脖子就上下不停地调整 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杨阳君还会看这种影片 这很有意思 那人家试验了嘛 把鸡头上当个小摄影机 他去拍海上的活动 拍足球赛 你想足球赛也是晃动很大的 你要是手持了摄影机拍了 你看了都会头昏嘛 它那个摄影机很稳定 其实这个智能水泡是把它科技化 就是说你的船有上下浮动 我的船有上下浮动 但是我这个水泡 永远是瞄得你要打的地方 所以让你好好洗个澡吧 头脑清爽一点 不要一天都来挑衅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